自然有阴阳之变,人道以中和为常,我们在处事的时候,也应该学会刚柔并济。 那么在明白了阳极成阴的道理之后,我们又能从昆卦六个阴阳的眼镜中获得怎样的启示呢? 该如何借鉴乾坤智慧,来拯救生活,回归幸福呢? 我们每一次看卦,都可以看出它的体检表,可是我们每次那个体检表内容都不太一样,为什么? 因为要提供大家各种不同的看法。 我们这次把昆卦放出来,重点在提醒各位,这六个阴阳里面,它都是不相应的。 你看初六跟六四都是因同性相侧,不是阴阳异性相吸,没有。 六二跟六五也都是不相应,六三跟三六,统统是因性相侧的。 所以前卦跟坤卦,我们都认为好卦好卦,没有什么好坏的。 我们看卦,我们看卦是从下往上看,所以我们来看瑶池。 初六的瑶池,大家很熟悉,叫做离酸兼兵制。 但是,你脚上踩到酸的时候,你知道这个酸如果不清除的话,它迟早会结成兵。 现在大家在高速公路就非常清楚离酸兼兵制。 你看下雪的时候,每天都有车子在清除。 因为你只要不清除,它就结兵了,结兵那个车就打滑了,然后就撞到一起了。 那高速公路也不通了。 所以为什么下雪天,高速公路还是可以通? 就是离酸兼兵制,你及早把它清除。 你看到小孩有点坏习惯,你就知道离酸兼兵制。 这个坏习惯如果不趁早改的话,它越来越严重, 到最后,你乡改是改不动的。 你看你的小孩现在在玩电动玩具, 你就知道他长大了以后会乱杀人。 为什么?因为电动玩具只有一个原则。 杀,杀,看一个杀一个,看一个杀,杀。 然后长大两个箱,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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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你到美国去看,中学生他就带枪去,看谁就杀了。 因为你从小就砰,砰,砰一个杀一个,砰一个杀一个,看谁杀得快,看谁杀得多。 离酸兼兵制,到时候儿子被抓去判刑,你再后悔,没有用。 因为坤挂地,也要告诉你那么清楚。 刚开始动的时候,你就要注意了,将来会怎么样。 一个人要有高度的警觉性。 中国人因为有意境,所以我们怀疑心很重。 我现在讲得很清楚,你如果说中国人警觉性很高, 就表示你有同胞的爱,你对中华文化是有敬意。 你如果说中国人怀疑心很重,那你就是,你是外国人了。 你一点同胞的情分都没,你转看中国人的缺点,那有什么缺点呢? 因为警觉性高,就是怀疑心重。 怀疑心重也不过是警觉性高。 这两句话是完全一样的。 你看到一个小人,当他动恶念的时候, 你就及时防备,你就及时地躲开,你就没有死了。 不会了,没有什么了。 然后大乱临头,不怪谁。 所以做什么事情,一定要趁早要及时, 要预先防放,不要到时候才后悔。 这是昆卦的初遥。 初遥将洞处万物未生时, 昆卦的第一遥就是提醒我们要防患于未然。 然而,当事物露出苗头,进入第二遥的时候,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? 如果说标准化到礼仪培训, 磨灭了人与人之间真正的情谊, 那么,什么才是真正的以礼相待呢? 六二,他的谣词, 叫做直方大,不习无不利。 地的本性,他就是什么? 他就广大无边。 当然,我们现在看天是看出圆的, 可是你看地,你能看出圆的? 你又那么了不起? 你除非站得非常高, 你才可以看出地是圆的。 你根本就站得那么低, 你所看的地都是平的, 平的而且有界限,都是方的。 所以地, 它是直的, 它是方的, 它是广大的。 这是你一看就知道了。 不习的意思, 就是说地的直方大, 它是自然而然。 它是没有经过人工的做作的, 它没有。 所以我们人与人的关系, 要出负自然, 要出负内心的真诚, 而不是说, 我学了一套鞠躬多少度, 这个手怎么弄滑, 看到人就跟他拿鱼子, 那个是形式。 这种礼貌是由内心发出来的, 它是不能装的。 你现在看到谁都笑, 那谁看到你都怕了。 那你完全是虚位了, 你不想要搞什么了。 我看到这个笑, 看到那个不笑, 看到这个人微笑, 看到那个很亲切的笑, 它一定有不同。 因为人跟人的关系不一样, 它感觉不一样, 它当然也不一样的这种表现。 没有,大家都一样。 对,不一样。 那么笑死人。 地道跟天道有什么不同? 天道是明, 地道是光。 所以明跟光, 我们常常讲光明、光明, 事实上只有一点不一样。 天上它是有个发光体, 叫做太阳。 地上哪里有发光体? 如果地也发光, 我晚上也不要睡觉了。 地它是不会发光的。 可是地呢, 它会反应。 你太阳照下来, 它就大地就光明。 你太阳不见了, 它地球转动了, 角度不对的, 它就一片黑暗。 地道光, 天道明。 这光的意思是什么? 光的意思就是说, 我本来就是这个样子, 我测裸裸地, 把我的本性显示出来。 这才是真正的美德。 实心见性方能显露出自己的真性情, 昆缘贵尽, 更贵真。 那么依据昆挂的第三摇的启示, 君子应该选择同什么样的人交往呢? 当发现上级指令不合理的时候, 夏树应该如何摆脱两难境地呢? 昆缘贵尽的第三摇, 含沾可真, 祸从王室, 无成有终。 这个含呢, 就是我们把一个糖果含在嘴巴里面, 那种味道。 各位, 你吃糖果怎么吃? 会不会一个一个吞? 那算什么吃糖果? 吃糖果拿进来去咬碎, 很快就把它吃掉, 那算什么吃糖果? 吃糖果就是要含了, 慢慢地含了, 慢慢去了解, 慢慢去享受, 去体会, 那个过程是缓慢的, 才叫含。 含呢, 你表示, 你不急意把话说出来, 你不急意把什么东西都表现出来, 把你的所有的内含, 所有很优美的, 你都很含蓄的, 在哪里? 人家自然会欣赏, 一个人内含比你外在的东西要重要, 不要通通都漏光了, 各位有些人猛看不得了, 再看没什么, 越看越讨厌, 这种人你算了, 有些人是怎么看也没有什么, 可是你跟他久了一会, 你会觉得, 这好像一座宝藏一样, 然后怎么挖挖不完, 你喜欢跟哪一种人在一起, 你自己去决定好了, 六三, 他是不单位的, 你看他上下都是阴摇, 在这种情况之下, 他会进退两难的意思, 就是说老板一向交代, 我都尽量去做, 可是这次他的命令, 好像有点不合理, 那我怎么办, 这个时候他就要采取说, 我再仔细的去了解一下, 我再找适当的机会, 向老板去回报一下, 然后如果老板真正的, 要我这样去做, 我就在合法的范围之内, 我去把它完成, 这才叫做寒暂可真, 这个人是有泪涵, 他不是为了表公, 为了得到老板的信任, 他就不顾, 合理不合理, 盲目的去做, 不是, 这个盲目的顺从, 是最不负责任的, 你看我们为什么不用牛, 我们用马, 就是牛他是有点盲目的服从, 叫他做什么, 他就做什么, 马不一样, 马看你这人不对, 他早晚把你甩下来, 所以, 马也要看主人, 主人好, 他会替你拼命, 主人不好, 他说不定什么时候, 就把你甩下来, 这样才叫做合理的顺从, 叫做逆聘马之争, 比较重要的是, 无成有终, 我只是从头到尾, 把老板交代的事情, 把它做好, 我没有一点点成就感, 我没有, 年纪轻轻, 只有成就感, 就表示这辈子只能做小事, 你看我每次看到人家上台拿奖品, 都说不得了, 我就知道这个人就到此为止, 一个小小的奖品, 就搞得你这样子的, 全家都总动员了, 那你还有什么出席呢, 你拿到一个奖品, 还想这只是开始, 我一会儿有更多的奖品, 那你就不会那么激动, 哎呀呀, 那就是不懂什么叫寒暂可真, 老板称赞你, 你也不要马上就好像飞上天一样, 那老板就开始修理你, 因为他觉得你这个人不能捧你, 一捧你你就不得了了, 那我就给你冷却一下, 瀑布冷水, 也是你自作自受, 昆道至尽得方, 然而, 这是在独立思考基础上的顺从, 所以我们说地道柔刚, 而按照昆卦第四摇的启示, 应该什么时候刚, 而什么时候柔呢, 在因公得到上级赏识的时候, 哪一点是必须要注意的呢, 六四它是单位的谣, 它的谣词是什么, 扩朗无疚无欲, 六四跟六五非常接近, 就好像前卦的九四它跟九五它是很接近的, 我们那一句话还是要放在脑袋里面, 半军如半府, 这是一样的状况, 六四跟六五那么接近, 六五有很多话不跟别人讲, 它会跟你讲, 有很多事情它不方便给别人做, 它就交代你做, 那你怎么办, 你就要想想你的口袋是什么样子, 你看我们口袋都是口比较小, 而下面装东西部分比较大, 这样这个东西才不会掉出来, 如果口袋口很大, 里面很小, 那就完蛋了, 你装什么东西一不小心都掉光了, 老板告诉你的话很快就传出去, 老板要你做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, 那老板以后还敢叫你做事情呢, 我们好不容易走到六四, 好不容易得到上级的赏识, 六三它是没有功劳, 但是也没有赞美之词, 而六四呢, 它是要求什么, 要求没有后遗症比较重要, 对错好坏, 其实那都是个过程, 老板要求你的是最后没有后遗症, 你看你听话听话, 听到最后很多问题出来, 他还在骂你, 我叫你这样做, 你就这样做了, 那你不想害死我吗, 你说是你说的, 我说的, 我说的, 你要把它做好啊, 你搞了这么多后遗症, 你还敢说我, 这样就对的, 而且六四最大的困难就是什么, 就是别人会来请托你, 求人一大堆, 他们不敢直接跟老板讲, 一定找你, 他们总认为你可以帮他忙, 所以一个人到了六四, 你就知道麻烦了, 四方八面的请托, 合法的不合法的都来了, 老板交办给你的, 合法不合法的, 你自己要去看的办, 那怎么办, 那你就说, 有很多话, 你不能讲就不能讲, 很多事不能让知道, 就不能让人家知道, 那你该做不该做, 你只要考虑长阳一点, 考虑到什么, 考虑到最后没有后遗症, 只要后面有后遗症, 那你吃不完都了, 我想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, 但是说起来是简单的, 要做到是高度的困难, 没有人说你好, 但是你就不能出差错, 一切的后果你都要负责任, 但是你的权力又很有限, 这就是六四那一摇, 你看妈妈在家里面, 慢慢慢慢, 老的不管是的, 媳妇当家了, 各位可以去想象, 那个状况怎么样, 单家只要单过两三年, 连狗都看你讨厌, 单家三年连狗都讨厌, 你就知道人怎么样, 所以好几个媳妇在一起, 有一个媳妇她特别得到, 婆婆的宠爱, 你就要赶快看六四这个摇, 发狼, 很多话不能讲就不能讲, 但是又不能让人家看出来, 你不跟我讲, 又不能, 你明明知道你不跟我讲, 那你又得罪她, 你一讲, 那得罪婆婆,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, 我们一定要记住, 我们要用各种方法, 来使自己能够无揪, 要使自己无揪, 你就要面面周到, 什么事情关前顾后, 来龙去面, 都要搞得很清楚, 所以平常要非常地用心, 既了解善变的意思, 也知道底下的辛苦, 怎么样去两边都照顾得宜, 这个是要自己好好去体悟的, 六四最要紧的, 就是谨言慎行, 少惹事, 但是还要加上不怕事, 你不要让大家认为, 你一天到晚在制造问题, 一天到晚在干燥别人, 但是又要让大家感觉到说, 你会好好的照顾她, 这个其实大家, 可以从很多现实面, 去体会, 动机而静, 静而声音, 人生境界也随之逐渐提升, 在这个时候, 就要少惹事, 但也不怕事, 眼看影响力逐渐扩大, 功高即将震驻时, 昏挂第五窑, 又给了人们哪些重要启示呢? 六五呢, 六五就是皇上元吉, 大家应该可以看出来, 诸葛亮到最后, 他没有走上九五, 他没有, 因为刘备跟他讲, 你看我儿子不行, 你就自己, 取二代子就好了, 你可以当九五之尊, 那诸葛亮心里想, 那我一生的辛苦, 你这么一来, 我会整个完蛋了吗, 所以他再三讲, 你放心, 我会好好, 辅佐, 儿斗, 那儿斗是九五之尊, 他怎么办呢, 他就变成六五, 六五荒唐元吉, 世纪上, 他明明就是一个领袖, 可是他样样都尊重儿斗, 这就是我们当昆卦六五, 应该注意的地方, 九五是龙, 他可以飞龙在天, 我们不是龙, 我们要变成卸条的人手, 为什么用黄, 因为黄在几种颜色里面, 它跟每一个色都很好搭配, 不像黑跟白, 那样子的对比, 强烈的很, 不像有的颜色白在一起, 格格不入, 黄色不回, 黄色它在五色当中, 它跟泥土一样, 所以我们为什么叫黄种人, 我们为什么是中土, 其实跟这个都有关系, 就是说我们很善于, 跟四方八面的人, 来卸调, 找到一个共同点, 合理点, 然后大家和平共存, 互相帮助, 黄唐元吉, 最要紧的就是对上要中, 你不能让上面怀疑你, 让上面怀疑你, 你很会卸调, 他就认为你搞党派, 他就开始要清除你, 因为你为什么跟大家处得这么好, 你会威胁到我吗, 我想这所有久悟的人, 都会有这种想法, 你让他感觉到你心中有他, 你是为他好, 你越会卸调, 他又放心, 你让他感觉到你心中没有他, 他就开始怀疑了, 你树立党派, 你搞小团体, 你这种势力有一天发展出来的话, 那我怎么办, 所以他很快就吓唬了。 代表前道的抗龙, 与代表昆道的昆龙交战厮杀之时, 必定是一番惨烈的景象, 冯霜在这个时候, 已经积累成了尖兵, 殷疾逐渐要向洋转化了, 空挂以马为象征, 为什么到了最后的上六一摇, 挂象中突然出现了龙呢, 我们又该如何掌握人生的乾坤之道, 找回生活真正的幸福呢。 我们可以看到, 初六只是告诉你说, 你地上有霜的, 可是越来, 他就越坚厚, 越来那个冰冷的程度, 就越来越厉害, 到了上六的时候, 那就非常的艰牢, 简直跟抗龙一样, 所以整个的昆卦, 他就在讲马, 只有到了上六, 他突然间出现一个龙, 叫做龙战以野, 骑血玄黄, 玄黄是两种颜色, 一种是抗龙的血的颜色, 一种是昆龙的颜色, 这个天龙地龙一交战, 那是很激烈的, 惨不忍睹的, 两败俱散的, 各位可以看到, 一个首长跟一个旁边的幕僚长, 两个人平常配合得很好, 可是慢慢的有的误会, 越来越深, 越来越深, 就好像那个霜啊, 慢慢变成尖兵了以后, 那一定决裂的, 决裂的时候都是不好看的, 有时候会非常残忍的赶尽杀绝, 就是因为我的秘密你都知道, 那你这一处去, 我还能安心做事吗, 这样各位才知道, 为什么以前的皇帝, 他常常会斩九族, 我这样你们家留了一个活口, 我就永远不得安宁, 所以当一个人配合人家, 配合到大小事情你都知道, 你知道的秘密太多, 你就要小心, 你这一辈子最多最多, 到皇上元级, 你就要停下来, 在适当的时间, 你要告老还乡, 可是你告老还乡, 也不能让他引起怀疑, 说你用告老还乡来威胁我, 那糟糕了, 我想各位看到这里, 你会知道, 一个人, 你要求善进是应该的, 但是求善进最安全的是什么, 就是修养自己的品德, 而不是说, 我一级一级要升上去, 我什么事情要做得很大, 我势力要很强, 那不是, 因为品德不好, 势力越大越倒霉, 品德不好, 财富越多越危险, 品德不好, 地位越高, 一句话, 爬得高, 摔得重, 这个跟那个龙一样, 龙要飞上去, 你就要掉下来的准备, 马也是一样, 马你要追随得很快, 你要小心, 前面如果是海的话, 你到地尽头你就下去了, 所以任何的事情, 都要注意, 适可而止, 量力而为, 我们要尽心尽力, 没有错, 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, 我们的力量, 毕竟是有限的, 这就是双方面要做合适的配合, 老板要知道这个干部, 他能够抬多少斤, 我给他稍微多一点, 叫做有挑战性, 这个还可以, 如果太多了, 只要把他压死, 我们把这两个卦读完以后, 你会知道一句, 天长地久, 地久天长, 任何事情, 做强做大, 是不如做长久, 常常, 强一阵子没有了, 大一阵子垮了, 有什么用? 久那就要配合, 所以乾坤怎么样去配合, 才能天长地久, 我想这时, 我们看完乾坤这两卦以后, 应该做一个小小的归纳, 才能够真正地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, 我们从哪里开始讲情, 从男女开始讲情, 乾就是代表男性, 坤就代表女性, 然后接下来就是从夫妇来看, 乾代表夫, 坤代表父, 有夫妇才有父子, 有父子才有君臣, 然后才有朋友, 才有兄弟, 因此我们把男女的关系, 从乾坤两卦来看, 把夫妇的关系, 从乾坤两卦来了解, 然后你就可以推到父子, 君臣, 朋友, 兄弟, 那儒教神语整个的道理, 就从这里找到根源, 否则你会觉得孔子, 讲一大堆, 你到底人行不人行呢, 你读完一经, 你就知道飞行不可了, 没有别的路走, 所以, 我们下一次要好好的来谈一谈, 前道困道, 来拯救我们的社会, 来回归我们的幸福, 谢谢大家